瑞穗贺钢文旦受到中国巨买的影响 在台湾消费市场造成多杀多的情形 而幼农血本无归 欲哭无泪 为此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特别认购了30多万元的贺钢文旦 转送给花莲市清洁队 各大医院 还有安养院等单位 一来帮助小农 二来慰绕抗疫辛苦的 清洁队员以及医护人员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日前送了200箱的柚子给花莲施工所 指定要斩证给清洁队 农官客 还有工程队 董事长廖敏燕表示 松城浩常年来致力社会公益 看到农民的辛苦 特别认购整批的文旦 希望可以解决农民的困境 因为我们要帮助花莲县的柚农 我们跟他买了二三十年的柚子 那今年就全部都把它包了 然后要分200箱给花莲的士工所 其中100箱给清洁队 100箱给士工所那边的农官客 因为幼农真的很辛苦 他们一年的生计就在 现在幼子的成长丰收的时候 所以我们帮他都把它推销出去 市长魏家贤感谢企业的爱心一举 亲自颁发感谢状给松城浩 非常谢谢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廖敏燕董事长跟魏总经理 一起来捐赠我们幼子 给清洁队还有花莲市工所 总共200箱那起心动念应该是当时候 魏董事长跟廖董事长有看到说很多的 幼子幼农在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整个两岸关系 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有造成幼子无法销售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把整个幼子包下来 来分送给有需要的一个机关跟团体 那也看到我们清洁队真的非常辛苦 还有农官科跟工程队 所以他把这些幼子给公所的同仁们来做分享 也到了其他的一些长造机构 也分送给他们 也希望大家支持幼农 也支持我们国家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农特产品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我们自己的农特产品 为我们农民加油 市长也呼吁乡亲 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需要关怀的家庭或者是个人 可以赶快向市工作来反应 市工作会尽快提供及时的援助 介络会幻视报道